全國各地挺身而出的小草們 謝謝你們 至少我們已經成功地向世界證明 在台灣不是只有藍綠而已 先是PO出影片 喊話小草們不離不棄 終會贏得勝利 扣文哲緊接著為誇口選後 監視民調才知道 誰沒穿褲子發第二篇文 辦選檢討認為 應該推動不在即投票 卻直指年輕族群投票率 只有七成一不如預期 最後認了無法阻絕氣保 爭取高齡長者認同也是原因 泰坦陳佩琪臉書發文內容 則是把矛頭指向國民黨 重提藍白協議歷程 在爆料今天早上先生整裝出門前 在玄關跟我說 XXX打了好幾次手機給我 新的舊的都打 我已經不想接了 被騙一次就不會再上第二次檔 整合過程毫不考慮 勝選機率最大的組合 以後誰願意跟他們談呢 對方陣營有人把沒站出來 挺他們的人 說成狗熊 選後再說 沒選他們的一百多萬 投科者會後悔 讓人憤怒無言 贊同先生不想接電話的做法 陳佩琪打算 這種人家給的私訊 會把他當眾唸出來 或是白保姆指令 要你唸就唸的人 若接他電話 搞不好還會給人錄音呢 宣戰結束了 還是彼此尊重各自安好吧 藍白河已經是過去式 應該要思考的應該是 在國會裡面怎麼樣去推動改革 我想該競爭的地方競爭 該合作的地方合作 對比陳佩琪替科主席抱不平 來因新科立委遞出橄欖枝 畢竟放眼國會合作才是下一步 頻頻回顧過去 已是於是無補 三連續我懷疑